大家好,我是三貓教主熊掌 今天來講一下我們明天11月10日月版本 《軒影人界天之河聯動》的版本懶人包 一樣左上角有QR Code可以掃文章 右邊的話會有懶人包的字幕可以參考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吧 明天會更新新的卡池《失鹊之人》 是宇小雪加宇文拓的卡池 這邊我等一下中間再帶到,我們來看一下更新有什麼內容吧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維修時間是半夜的1點到早上8點 通常這種大版本更新,會是強制性換包更新 就是說它檔案比較大,所以到時候你們手機盡量提早 就是早上起床就先更新,不然會更新很久 然後如果有PC版的也要提早更新 然後他們通常不會準時開,或者是說大概可能會8點、9點、10點 按照經驗來講會比較晚一點點 所以大家今天在睡覺前12點一定要一定要 很重要一定要把體力耗完,不然會哭哭喔 資料片更新的話會給十字印5個,大版本更新 一個月給一次,不過比較可惜的就是 我是覺得台服把改版3個序號的獎勵給收掉 這個部分不知道以後會不會再補給我們 改版應該要提供3個序號,然後就是做一個預告啦 台服把這個收掉很可惜啊 沒關係啊,有5個非洲券,不錯啦 再來的話是我們的資料片更新內容 它這邊其實有一些重點沒有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把它畫起來跟大家講一下 首先第一個,它是新增主線的部分 主線的部分是22章跟23章 後面就是其實越來越精彩 就是蘭依依的故事會慢慢的跟大家講 依依其實很強,不只角色很強,劇情也很強 反正後面會慢慢的跟大家講故事劇情這樣子 接下來的話是寒烏煞的限定外觀福西獲西上架 那在陸服的話是賣外觀券98 通常應該是不會有問題啦 不會有問題啦 它是說限定外觀,不是現實 不確定欸 他們就是搞成每個皮膚都是現實的 我也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這個網址看一下 Cosplay福西獲西的圖片 這邊給大家看,這個網址非常福利啊 再來的話,結果官方沒有開流火PVP 然後反而去調整到55級這個PVP 不知道是不是會再參雜著流火有BP的模式 還不確定欸,官方不知道會不會這樣搞 還希望有BP,直接玩BP蠻好玩的 然後這個優化,喔優化更新的很快 在陸服的時候 他們直接在角色那邊就可以點心牌去強化 然後評分說你的即身還是魂石哪裡不OK 他會提醒你 這樣子的話就不會被 這樣子我以後就不會被忠義神語陰道了 那個什麼東西沒裝啊 即身沒強化啊,心牌忘記點啊等等之類的 下面優化都還不錯啦 然後其實這個夢回九州的部分好像被你們唸的 其實我有看有開一支那個什麼 開一支回坑的玩家的那個帳號 他的那個福利包還不錯 這個福利包他33塊買十字經跟銅鞋 以及他的七天 他給他的七天的那個贈禮還不錯啦 還不錯啦,不無小補 不無小補 好,那接著來介紹一下這個失鹊之人 那我有那個卡池影片的建議 所以這邊就不多介紹 就不多介紹 然後主要是跟大家做一個明天更新的懶人包啦 那宇小雪跟宇文拓的卡池 這邊比較需要提醒大家 連動卡池基本上都是維持一個月4個禮拜28天 他是維持28天的卡池 所以你們不要太失望,抽不到就去挖礦啊 你不要第一天抽不到就說我要氣坑 不用啦,卡池有28天啊,慢慢來 然後一樣會有宇小雪的PVE 然後我的那個詳細解構系列自家做的都已經上傳上去了 歡迎大家去點選支持一下 然後看一下這個角色是不是你想要抽要不要練 那我覺得我只是講還蠻詳細的 有什麼問題也都可以在影片留言問候 有看到留言都會回覆嘿 再的話活動的部分是在線天之人 在線天之人 陸服那邊是直接翻譯到肉哥 我也講肉哥就好了 他是一個很類似夢幻模擬戰環境卡 就是自選難路 但是不是用自己的角色 而是用官方給的固定NPC角色 用固定NPC角色去通關 那這個玩法其實到時候會做介紹 因為我是覺得說明天活動出來之後大家才會有一個底 然後再做一個介紹 大家才會知道怎麼玩 然後這個東西有點小肝啊 他是要耗體力的有點小肝啊 這個大家到時候一天 明天再說 今天好好休息一下 今天大家好好休息一下 然後這個活動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啊 那個素材獎勵那就算了 我覺得最重要是這個藍格怪衣 看起來很像鬼滅的 但是不是啊 那個是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說了 他是那個之前大那個什麼 啊不說了不說了這個不說了 這個牽扯太多 反正這個東西是絕版的 他只會在天之盒連動期間才會獲得 這個是會絕版的 再講一次啊 這是會絕版的 所以你們一定要想辦法把這個東西拿到 這個拿到其他沒拿到就算了 但是這個一定要拿 這個是會絕版的 再說一次 會絕版的 好 再來是光風紀元 光風紀元的話他這次還蠻特別的 就是說他沒有特別提醒說那個伺服器的問題 所以大家應該都是明天開始 再一次提醒 再一次 有看完影片的麻煩提醒沒有看影片的 然後有看完影片麻煩提醒群組的 明天10點才開始計算7600的金額 10點才開始計算不要8點就課金 10點才計算這個大家應該也都很明確都已經知道 但是可能太久沒改版大家可能會忘記 要記得這件事 不過我還有一點蠻覺得蠻好笑的 他只到24號 他沒有配合那個卡池出到12月1號 不知道11月24號到12月1號會推出什麼活動 我猜可能要把那個什麼 秦維剛的那個推出來吧 跟子豐一樣把秦維剛的五千塊皮膚拿出來用 有可能有機會 那羽小雪的青藍雪跟我們的羽文拓的奔煌影片 我也放在那邊 如果你喜歡這個皮膚看一下影片 然後確認一下喜歡再買 再湊七千六 七千六兩個皮膚 再來就是這個主線的部分 22跟23張 然後剛剛講的一一的故事 然後接下來就是夏侯儀歸來 精彩,非常精彩 明天維護後就可以開始玩了 再次通關文碟第三期 通關文碟第三期這個東西一定要買 一定要買 這個東西一定要 但是他更新後就有了 可是如果你要抽七千就不要更新後買 一樣提醒10點再買 10點買,要湊一下金額 然後他這次更新通關文碟不太一樣 他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那個幽靡行者跟一般的通關文碟 到時候是二折一 明天大家都知道 明天我也會在拍片另外說 那這個木服鬼其實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好,那這個乾坤袋的話 一樣會絕版,會絕版,會絕版 很重要說三次 會建議大家如果在金錢能力 依許時下一定要課這個 那這個乾坤袋反而是比較好用一點 很適合小雪帶 非常適合小雪帶 這個免疫污秽啊,免疫封賣啊 這兩個很好用 天看到免疫都要開心一下 很好用哦 再來就是你們愛看的盤子禮包分析 盤子禮包分析的話,管法也陰我啊 這個忘記改,他這邊寫那個劍邪跟沒錯解 但是這個盤子禮包 好,沒關係,我們來講一下 第一個,神雀送愛禮 用450的買禮包可以獲得 十字印石加銅錢1萬 這個才叫禮包 我覺得這個才叫禮包 買爆,我直接兩個字 我現在很簡短,買爆 你值得買就買爆 真的,神雀送愛禮一直以來都是好東西 建議大家買爆 一樣10點後再買 所以他10點後才推出 然後魂光盒 這個用450買魂光跟童傑 別鬧了 真的別鬧了 不要這樣包裝 你要嘛多送了一點點的十字印 跟那個十字金 不要直接包裝魂光跟童傑 不要這樣啊 不要這樣啊 真的別買 大家如果真的真的 我覺得這個不缺啦 魂光跟童傑後面已經開始慢慢溢出了 慢慢溢出 只要你控制好資源的話 嗯 再來是宇小雪的50階直升 跟宇文拓的50階 這個直接跟大家講 這叫做盤子禮包 購買後 你只有所謂的經驗值 武內冰刃跟吉身 他沒有送你 一樣,還是沒有把銅錢放進去 你今天如果把銅錢放進去 那可能這個直升是真的才叫直升 但是你買下去 然後升到一半發現 靠要我銅錢不夠了 這哪叫直升禮包 對不對 我是覺得啊 你要符合禮包啊 真的符合禮包 你今天如果真的要直升 你再把銅錢放進去 你銅錢放進去 我就不會嘴炮直升這件事情 我只會嘴炮說 這是盤子禮包 沒有送十字經 先嘴說沒有送銅錢 再嘴說沒有送十字經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補天寶箱 這個東西很重要 跟大家講 很重要 一定要買 會打PVP的一定要買 不然會絕版 而且呢 而且呢 這個五神魂玉 除了會是絕版之外 他的特效其實非常的棒 物攻加5%跟氣血加5%造成傷害後可以驅散 敵方升上一個爭議狀態 造成傷害百分之百就可以驅散 不像是孟戰的玫瑰 玫瑰是機率性 但是這個是造成傷害 就百分之百驅散 升上一個爭議狀態 到時候如果有惡動的角色 萬一啦 後來有推出可能說 一回合可以動個兩三次 你是不是可以把對面的兩三個狀態全部脫光光 這個是非常有潛力的飾品 再加上他是絕版飾品 兩個點合在一起 導致說這個飾品 雖然這個禮包賣了大概是一千塊的價值 但是這個飾品一千塊的價值 可以跟著你到遊戲倒了也沒有問題 如果今天這個飾品很爛 那我可能就會跟大家推薦說 雖然會絕版 你們看看這個很爛的飾品 你們又不要買 但是我不一樣 這個是很強的飾品 然後也是會絕版的 所以這個加上兩個點強加強 就一定要買 如果在自己的經濟允許之下 一千塊換一個飾品 大家一定要買 這樣子 你們888飾品都敢買了 888的隨機飾品都可以買了 這個一千塊的指定飾品你們不買 對不對 好 那本次的週版本 不是週版本 月版本 終於月版本 這本次的月版本 天之和連動懶人包到這邊 那你對於這次更新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想問3本的 歡迎在影片上面留言喔 我看到都會回覆的 那本次懶人包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請認識詞